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下参观完了 可以回去继续表决了 可以回去继续表决了 姚总 你这是打我脸的 我可不想晚节不保 被人戳几两股 各位 服务器研发 取得重大突破 真是振奋人心哪 这也说明 董事长之前的路线 和决策是正确的 从今以后 咱们董事会 应该给董事长 以更坚决的支持 争取服务器研发 早日大功告成 对 是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 恭喜啊 广东 查总 我应该感谢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煽动大家 来给我压力 只怕我还没能突破得这么快 潮信的服务器应该 很快就会上市吧 不着急 开什么玩笑 广东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大的突破 应该赶紧上市吧 真不着急 你真不着急啊 是啊 我不信 你不信就对了 我要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有一个风投基金 对我们的服务器非常感兴趣 想要注资高课 想要注资高课 基金 嗯 王总 秦升哥 你在忙吗 咱公司给员工做培训的 怎么了 好消息啊 宽哥把服务器研发成功了 马上咱们一起吃个饭 庆祝一下吧 饭店都订好了 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忙完就过来吧 宇文总 好 我们领导来了 好 您好 诸位是潮信公司的代表吧 久仰潮信公司的大名 哪里哪里 我是潮信上海分公司的宇文静 这是我们项目的负责人 郝兵 好 坐下来吧 好 那领导 我先请郝兵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项目的具体情况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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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可靠吗 可靠 立刻去通知 十分钟之后电话会议 总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全部参加 还有四川 云南 贵州 重庆 陕西 青海的负责人也要参加 好的 黄姓 有些急事需要去处理 看来 今天我们是谈不成了 改天再约吧 抱歉 这 你知道你对了 康兵 他估计自己 是一个很严重的适合 但实际上 他真的不在急 让市场上市场 只是一个小小枕 他比其他人更愿意 比其他人更多 他想要更多时间 我认为你对 我认为你对 康兵 也不会让我们处理 但是 我们有时间 你知道 对 对 不不不不 我认为 我认为 每个小枕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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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有 60% 的市场 我们不能够 这么短暂的时间 是 最低的价格 我们把价格下降到 完全无利 我认为 产品的货币 都消失了 所以 如果价格下降 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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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显是 打压你们的市场空间 这是你得重视起来 是啊 宽哥 他们现在就仗着 自己有一定的资本 实力相对雄厚 跟你打价格战呢 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正面地迎战 毕竟这是中国市场 谁赢谁输 还不一定呢 你说呢 嗯 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几时 静观其变 你看你看你看 又卖起关子来了 我先表个态啊 从今以后 我们旌旗 只买潮信高科的服务器 嗯 嗯 我也一样 我现在的销售渠道 加未来电商的销售渠道 都为你潮信的服务器服务 来 谢谢兄弟们支持啊 不过 我现在还不打算把服务器推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 时机还没到 快来快来 怎么了 这么着急去我回来 什么呀 看什么呀 看马上开始吧 这不是咱们资助那个希望小学吗 落成了 小脸啊 你喝过去吗 来 大家静一静 今天呢 中秋节 我们欢迎邝董事长 给我们说几句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久没有听到 这么热烈的掌声了 也好久没有 跟大家这么轻松愉快了 我想说 我们潮信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 走了一波又一波 能留下来的 都是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感谢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们潮信 成功了 好 但是 我们仍然不可以松懈 我们一定要马不停蹄地 背上潮信三代 实现服务器跨越式发展 我坚信 只要我们潮信人 去想别人不敢想的 去做别人不敢做的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好 好 让我们为了胜利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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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总 经过一年来的调查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 AM1集团二代服务器 在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 已经确认无疑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 太好了 把资料都准备齐全 向商务部提出 反倾销调查申请 好 我们这就去准备 王总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这边 实现了百分之五十的市场占有率 未来形势一片大好 欢迎您过来试查 非常好 你们要继续努力 我希望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可以有所突破 绝对没有问题 毕竟我们的产品 具有核心竞争力 好 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好 王总 让我增加了很多新的订单 好 王勇 嗯 跟AME的解约合同你好了 你看一下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咱们的产品卖得非常地好 你看看 太好了 超新 has reported this to the China market authorities they are now launching a serious investigation to us they are now launching a serious investigation to us we should not have cooperated with Jingqi we have been completely humiliated Mike we are in big trouble I told you not to be so aggressive if that we would then be in this mess us aggressive look have you seen this Jantong is built an entire e-commerce platform based on what we gave him and you know what Thomas you go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it's you brought him into this you shared everything with him you gave him all the secrets and now he has everything and we have nothing I don't think Jiang Cheng can get rid of us we must speak to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宇文总 耽误这么多日子 不好意思 您千万别这么说 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灾难发生 我们都可以理解 宇文总 这个报价是不是打错了 没有错 如果诸位选择跟我合作的话 我只要这么多 您这是为什么 其实当初我们是靠诉讼 拿到你们的赔偿金 投入了这个研发项目 本以为你们是一家国营公司 靠国家的资源吃饭 可是没想到 这次512大地震中 你们给灾区所有人民的手机号码 免费充了纸 这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现在给出的这个报价 是我们研发3G网络的成本价 和这些年的合理收益值 这也算是 我们公司为了当年的事情 给贵公司做的一个补偿吧 我代表公司 代表我个人 感谢你们 感谢潮信 喂 邝总 喂 小静 梅少和最近怎么样了 她 她上了也就出狱了 出狱了 怎么没人告诉我 我本来想说来着的 但是她一直躲着我 我想她连我都躲着 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吧 我们给她点时间 她现在还在评图吗 应该是 我会想办法找到她 跟她好好谈一谈 毕竟她是在我们潮信这儿跌倒的 我们不能不管她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 怎么了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赵和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现在很消极 我知道了 你最好也来一趟吧 好 姐 你的电商平台都快上线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们 哦 对 现在还没有上线 上线的时候 一定会通知二位 不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们是想加入公司 哦 当然 这我也想好了 早就为二位准备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百分之十 这个数字对AME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公司的控股权 控股 我们投资了你 给你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帮助 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心弃义呢 中国人不是讲究 GN图报吗 麦克先生 你的中文真是好啊 行 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咱们就把事情说清楚 当年你们来中国找我合作 是想利用我打击潮信 对吗 当然 对我也不手软 给我设了个套 让我接下来一个 被你们早就淘汰的电脑品牌 你们是想把我和潮信一网打尽 从而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野心 对吗 所以麦克先生 此刻用GN图报太不合适了 我不认 对你 我们AME 确实使用了一些手段 但我相信 市场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咱们俩 做朋友 要比做敌人好 有一句中国古语 我想与大家共勉 君子盛世 他的意思是说 君子要小心你的第一个念头 和你要走出的第一步 不然的话 会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老公 你真的确定 所以现在就跟AME 彻底翻脸吗 嗯 AME一直打压吵醒 就是不想让咱们的独立品牌 得到发展 老邝做了一件 为中国人争光的事 在这个关键时刻 只有我们几个兄弟 抱成一团 跟他抗承到他 如果成了 我们再也不用受外国人的 品牌和技术的控制 如果成了 有一天我们中国自己的品牌 也可能在世界上 站住脚跟 老妹 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只要你愿意的话 潮信随时欢迎你 谢谢 我们一直都惦记着你呢 老邝 老邝 兄弟一场 有一句话我一直 说不出口 我欠你去对不起 别这么说 谁能不犯错呢 从小到大 我们都一起长大 做着同样的事 可是你就是比我强 我只是运气比你好点 后来遇到小静 他也比我强 你们身上都有一股韧劲 可是我没有 我不甘心哪 我就想证明给他家看 我梅赵河也是能做成事的 我喜欢了小静那么多年 我做梦都希望 他也能喜欢我 可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他想要的东西 我根本就给不了 你这句对不起啊 不应该对我说 应该对小静说 小静一直在等你 怎么着 你都得跟他见一遍 好好聊一聊 我有这么可怕吗 为什么躲着我 我在里面的时候想了很多 包括你去看我的时候 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知道 你那是在鼓励我 安慰我 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在监狱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 我就这么每天 看着日升日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我就想啊 就算是你当初真的答应了我 我也给不了你幸福 我做不到 那都是过去了 我不是说了吗 等你出来之后我们一起从头开始 今后的幸福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 我不能成为你们的累赘 我想离开平都了 找一个 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那保护期就有什么新的方向 那保护期就有什么新的方向 重新开始吧 赵和 没有人觉得你是累赘 我们大家还想着等你出来之后回到潮信 我们再一起奋斗吧 你老邝 还有姚总 对我的好我都记心里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脸面再去面对你们 你们也没有义务去接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今天我能见到你 我就很知足了 那好吧 之前 都是你为了我默默付出 现在至少让我 也为你做点什么吧 这张卡 就当做是你的创业资金 密码是我的生命 吸引我领吧 就算是我借你的 等你有能力了 你再还给我 黄总 老邝明天全面测试 你不出来提前庆讳一下啊 江振哥 我不得不说说你啊 现在 咱们别乐急声呗 我给你打赌你敢不敢 赌什么 我赌老邝赢 那你这意思我就得赌他输呗 那不行 我双倍赌他赢 这才是好兄弟的样子 来吧 咱俩隔空干一干 好了吗 我穿这个怎么样 好看 你太敷衍了 我说的是真的 你穿什么都好看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心里头是有点打鼓 但是打鼓也没有用 反正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 我们只有等待了 放心吧 一定会顺利成功的 接个电话 喂 小静 昆姐 是不是赶着跟邝总去参加服务器的最终测试呢 是啊 正准备出门呢 你邝哥啊 你邝哥啊 有点紧张 你让他别紧张 放心 夫妻是我们朝鲜的孩子 要对自己家的孩子有信心吗 嗯 我远程祝福你们这次的测试能够一切顺利 马到成功 你帮我转告他 嗯 老邝 小静祝你测试成功 好嘞 谢谢他 让他放心吧 他收到了 谢谢您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邝董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开始吧 好 开始 你干什么劲 注意逗逗劲 拓劲 你紧张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你要一块吗 我不去 我得在这儿坚守阵地 江城 好久不见了 您也来了 是啊 有结果了没有 没有 不过这个场合您来不合适啊 万一一会儿一激动一成功 您身上的零部件再坏了 那怎么办 你放心吧 救星丸我带着呢 VC我也带着 来吧来吧 快来快来 来来来来 照明人 坐这儿 唐教授啊 你也过来了 是是是 你说咱原来住在一起的时候 还可以经常见面 现在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了 传输控制性能 数据包传输 量 循活正常 输入输出性能 有 引导加载运行数值量 子系统读写达标 邝总 所有的功能测试都没有问题 而且有半数以上的标准 都达到了优量水平 那我们进行压力测试吧 这也是我们之前 几次测试失败的地方 怎么 心里头没底啊 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标准 我有绝对的信心 然而这次我们对三型服务器 进行了很多升级和改造 不仅增加了全新的测试场景 而且还加大了增量设计 尤其是对峰值周围的 吞吐量标准 这些标准可以说 是按照最高要求来定的 如果通过了 至少在国内 咱们潮信三型服务器 是那么万 邝总 如果您觉得冒险 我们可以介入 以前的测试场景 按照以前的标准测试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我们先暂停 好的 好 开始吧 好的 现在开始压力测试 小赵 进入测试场景 黄博士 输入测试指令 好 好 好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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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教授 要不要来两立 来两吧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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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 唐教授 您别站着 您站着再摔倒了 快跑 唐教授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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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实话 这种场合我都不敢来 来了以后我都没有回去叫鱼呢 由潮信高科自主研发的大型服务器 今日在高科实验室获得测试通过 该服务器完全由潮信自主研发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多项技术指标 达到了夺利领先水平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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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邝啊 你终于摆脱困境了 真的为你高兴 这个是大家的荣耀 哎呀 其实有一个人啊 你最该感谢 就你大嘴巴 怎么了 这时候说还叫大嘴巴 这红旗都插到凯旋门了 还不让喊一声啊 你知道啊 最后出资潮信的那笔基金 是谁搞的吗 谁办的 雨桥 她出了大头 我们俩随着奋勒 好吧 谢谢兄弟们 谢谢老婆 没事 应该的 这么虚假我怎么觉得你 哈哈 哈哈 老邝 雨桥 谢谢你和基金 你那么现在怎么样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研发的服务器成了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你没听错 我们的服务器研发成功 可以投入石运营了 从今以后 咱们有自主品牌的服务器了 太好了 老邝 这次你们潮信为中国互联网发展 立了大功了 雨桥 这份功劳 也少不了你的那一份 我代表潮信 谢谢你 谢我什么呀 江城都跟我说了 那笔出资潮信的风险投资 大部分是你投的 咱们是兄弟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始终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咱们这帮兄弟 从来就没分开过 老邝 能让中国用户 用上咱们自主研发的服务器 我为你感到骄傲 路还很长啊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还没有完成 我们潮信 雨传开 还有京西 江城 我们一起去完成 老邝 还记得当年你跟我说的 话吗 我们要合作 记得 当然记得 为了表示祝贺 我要送你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啊 我们创开所有的网络游戏 要成为搭载你们潮信服务器的 第一家用户 好 一言为定 我还是没想到 作为AME中华大区的总裁 我离开中国之前 签的最后一份协议 竟然还会是这样的 麦克先生 对啊 其实我们中国人讲究说 不宜成败论英雄 别太难过 不知道以后 能不能再来中国 我们俩就叫不打不相识 作为个人 我们是朋友 什么时候想来中国 随时欢迎 诶 月强 怎么了 桃儿 那边顺利吧 顺利啊 特别顺利 我这边有个急事 我明天一大早得去当芬兰 有一个世界游戏大会 我得去参与一下 明天 这么着急啊 但是明天还怎么开学典礼 你不是说要过来吗 大家都等着你呢 我可能去不了了 你跟陈领导说一声 等我回来 我回来就去看孩子们 好吗 好 那我跟孩子们说啊 来 还得麻烦你 大来远的跑过来送我 本来我是想 想什么呀 想不辞而别吗 我梅兆和 这辈子能遇见你 爱过你 我吃足了 只要你需要 我一直都在 我理解你的心情 尊重你的选择 打起精神 去面对将来的生活 给我点时间 我会证明我自己的 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 我 funcion 谢谢我 你是的 我帮你去做理想 或是做的 我给你做了 你做什么 对吗 你没想过你 好 你别这么说 这次因为跟AME的实战 让我学到了 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如果没有这次交手 也没有现在的潮汐 我希望你不要怪罪于我 怎么会的 因为AME让我们潮汐 摆脱了产品单一性 并且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车 有时候一个最好的对手 胜过一个最好的老师 邝先生 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 最杰出的学生 我真心祝你好运 再见 邝 谢谢托马斯先生 后会有期 您保重 潮汐服务器的研发成功 迈出了国产品牌 坚实的第一步 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 自主品牌的胜利 也预示着 一个互联网黄金时代的到来 江川哥 王总 一看就是行业的领军者 走吧 当初一起创业的伙伴们 分分合合 走上不同的道路 但有一点 他们是共同的 就是认准目标 坚持走下去 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去追求梦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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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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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哥 走吧 走吧 走 走 坐 走 走 走 坐 走 准备 各位 唐教授 是我们潮信的功臣 如果没有他们这些 老科学家们的付出和努力 我们潮信走不到今天 请大家再次给他们一掌声 今天 还有一位好朋友 洪雨桥 他人在国外 很遗憾 没能到达我们的现场 但今天 他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请大家看大门幕 大家好 我是创开的洪雨桥 我现在人在国外 不能参加互联网的世界大会 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这里我要祝大会圆满成功 尤其我要祝福的网坡 从潮信打算搞服务器的那一天起 还是走成了一条艰难崎岖的不归路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他面对的只有困难 挫折和失败 但是潮信没有放弃 所以我相信 一件事物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了解它的过去 你可能就很难理解它的现在 没有 我理解了话 我更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先做的是 互联网时代 从业者的重担 用科技改革的秘密 造成我们的社会和人物 在这个顺序外面的大时代 他炸出了一条信息时代的高速木木 一条中国IT企业都能用得起 靠得住 好得快的 穿过大 好不好 今天为了祝福你 我要送你一件更大的礼物 我把潮信服务器 已经推广给了 更多的国外的伙伴 他们都说了 要采购和捉用潮信的服务器 各位 今天 是我们潮信 成立二十六周年 不知不觉 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 今天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要像 一同陪我走来的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和同行们 说一些话 说一些 我的心里话 二十六年前 我们在计算机所的 一个破旧的 传达室里面 开启了我们的创业之路 那个时候还没有潮信 我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 非常地简单 就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我们躺一条 把科技转换成生产力的道路 现在 回头看看 这条道路 真的是充满了艰辛和崎岖 当然了 我今天说这些 不是为了抱怨 也不是为了诉苦 我没有此个诉苦 因为大家 在座的各位 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很幸运 这条路从无到有 从荆棘坎坷 到柳安花录 我们走出来了 科技产业 风起云涌 日新月异 很多人来了又走了 我们看到很多高楼大厦建起来 又亲眼看着他们倒下去 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 这么些年来 我一直走在深渊里面 每天都如履薄眉 如果有人问我 你怕我 我怕 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 后不后悔 我绝不后悔 是国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是科技让我们正式高飞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生长在这个年代 我与大家一起经历 和经过了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段历史 未来就在我们脚下 我们一定要抱着一种敬礼 感恩和认真的心态 去完成我们的梦想 这样我们才不负于我们的心 不负于我们的家 不负于我们的国 不负于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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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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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期见